今天的發表會呢 我們準備就要讓Ella 轉圈 來 進行媒體聯訪啦 拍照 拍照 先拍照 好 咧 我跟你們講 其實呢 每一次合約到期 時間到了本來就是會談 然後說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事情會搞得這麼複雜 就是變得好像很大一條 因為每年 就是不是每年啦 就是我們每次續約的時候 就是時間到了就是會去談 現在時間就是快到了 也在談的一個過程 所以大家請不要擔心 也不要那麼緊張 這就是 這就是一直以來的一個模式 SHE 恐成絕響 SHE 什麼 還有什麼 恐成絕響還有什麼 你們要下了什麼票 恐怕解散 之類的 好 對對對 之類的 你下了喔 你下了標喔 17週年破局 各位朋友 SHE 我們講過了 我們是不會解散的 就像我老公講的 颱風天都吹不散 傅貞也說了 然後呢 SHE是我的命 如果SHE解散了 那豈不是要了我的命嗎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擔心這一點 對 計畫那個公司是我老公的公司 不是我們的公司 我老公的公司 那他有沒有來真人 他自己想辦法 因為那是他的事情 那老公 其實我先生跟我一起工作 已經有一兩年的時間了吧 我相信你們都 都一直都知道 對 那我覺得很感謝他 就是陪伴我 然後幫助我 這樣 所以之後經濟約有想說 要交給老公圈圈處理嗎 這部分我們不宜多說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東西還沒有談 還沒有談完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給你們一個很確定的答案 好吧 我們現在都還在談的階段 尤其是我們的時間 有時候三個人很難約 會不會有同進會 這個我來看看我的手錶 我今天沒有戴手錶 應該跟傅貞借一個 傅貞說 時機會到不宜多說 我覺得我掐子一算 大概中秋節的時候 愛老人的時候就會有一個答案 好不好 反正就是這樣子 你們就是交給我們 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自己會有自己的打算 那也不要問那麼多 不宜多說 傅貞說 師姐說 不宜多說